到这个旅游禁令 变成如果回去台湾一趟的话 下一次要再过来菲律宾就会变得很麻烦 原定月底要返台 此刻却被制留在菲律宾 因为禁台令迟迟没听见风声要解除 让在飞国工作的林先生完全不敢排回程行程 但是外交部这边要怎么谈 其实我们现在也都每天都在等 每天都在等好消息 我们也都跟大家讲说静后加音 但是到现在为止 就还不知道说到底能够谈判的怎么样 今天两天应该是他们会召开内阁会议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内阁会议上 能够做成决定来更正 菲律宾卫生部的片面的决定 但从菲律宾11号发布禁台令起 第一时间外交部却状况未否认 直至隔天才做出官方回应 你看菲律宾再传出拒绝解除禁令 13号外交部态度依旧强调人在沟通中 将等到14号下午菲律宾内阁会议讨论后 对最终结果再判断是否将寄出反制 13号晚间甚至表示 日至资讯显示杜特地人在思考中 显然不打算主动出击 非常满横政府硬起来 强在菲国内阁会议前 国民党立愿党团紧急召开记者会 要求外交部此刻不该被动等通知 提出反制手段 盼政府能打到痛点 杜特地的发言人 居然在昨天面对媒体咨询 媒体询问来讲说 尽管台湾可以取消免签 菲律宾的发言人都讲出这样的话 我们还不能让他称心如意 如他所愿的话 外交部关门算了 菲律宾是很重要的 新南向政策的盛惠国之一 把属于国家投资 优惠政策也可以把他 一律来免除相关的资格 菲律宾急进台超过11.5万人 进台令对双方往来都将造成重创 对比外交部单方面乐观以对 回不去非国工作的台人 如同热锅上蚂蚁 你看菲律宾强硬态度不见动摇 我方下一步却还在观望 也让蓝尾怒轰 真被当作速加速的 这节目是李佩萱台报道